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头叫 陈一安 魏龙豪和说 男男男道德玄 不对之音不可谈 得了之音谈几句 不对之音 枉费舌尖 陈一安 魏龙豪 上台鞠躬 这个时间又轮到我们两个相声的节目了 我说您说这事叫人生气不生气 什么事啊 还不是我那太太吗 您说的是大嫂子 对喽 大嫂子那个人挺好啊 好什么呀 因为我太太跟我的感情已经破裂了 跟我哥哥特别的要好啊 这不是那么说 滴妹跟大子柏子感情好 那是嫂子的好处啊 什么呀 我太太时常跟我哥哥去看电影去 一块去看看电影 对了 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 是啊 我也是这么说呀 时常呢 他们还在一块去跳舞啊 哦 滴妹跟大子柏子跳舞啊 这也是常有的事啊 您每天忙的上班没时间 一块玩玩也没关系 您这个脑筋哪 别太守旧了 这还不算呢 他们时常一块到北头洗澡去 这也没 哎呦 不不成这个 这不像话了这个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是是 这不像话了 第二天呢 我召集我哥哥 跟我太太 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三巨头会议 什么叫三巨头会议啊 我的主席啊 我哥哥的记录 我太太是与会人之一 我当时呢 就脱离了这个主席的地位 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哦 那妈妈您 那我站起来我就说了 您怎么说的 我说老长兄 大闲人 今天咱们开这个家庭会议呢 主要核心的问题 就是你们二位为当事人 他们俩那事 你们既然有了爱情的事实呢 恋爱是不准第三者加入的 是是 那就乱了 那么我呢 根据我们家庭传统的观念 那么我愿意退位让险 退位让险 那么唯一的条件呢 我以不亏本为原则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恶性倒闭 这跟倒闭有什么关系 我哥哥一听 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 是不好意思了 站起来就冲着我说话了 您哥哥怎么说的 兄弟 你既然是身兵大义 身兵大义 我也不能没有手足之情 这还有手足之情呢 不是既是这么说了吗 我给你三百块钱 咱们一块到法院公正登记过户 这过户啊 买汽车呢 我这么一合计 我说哥哥 这么办好不好啊 你再给加三十块钱得了 加三十块钱干什么 小账加一嘛 这玩意还带加一的呢 您不知道 当初这个媳妇是我兄弟的 我兄弟一百八十块钱 导给我的 我呢 这回还赚了一百二十块钱 你们这一家子没一个是人的 我呢 这有个名堂 这还有名堂呢 这叫利不外义 识不怎么样 多的呢 导到我爸爸那儿 那我们就连中三元了 你们一家子也不是人 从此以后我就过着这个单调的生活呀 一个人了 我为了调剂我的精神的苦闷 我呢 常以高歌而自娱呀 唱唱歌 自个儿结结结结 自个儿的兄里的激愤 对了 我唱点流星歌曲啊 唱出这个调子来 是特别的悲哀呀 那么一听就知道 我有难言之隐 有很多的隐住 对对了 您是怎么唱的呀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偷 行了行了行了 哎呦 您这不搭调 这这你不懂啊 是我不懂 我这歌是唱给知音者 哎呦 您这还有知音者 有哦 有有 啊 我们房东 房东是知音 哎呦 有位女士 对我这个歌声 就特别的迷恋 哎呦 实不能量 哎呦 这个还有同感呢 啊啊 我们这位房东的女士 是位小姐 太太 啊 大概二十来岁 六十多岁 呦 老太太了 哎 这位房东的女士说 陈先生 啊 您 哎 不要再唱了 别唱这歌了 您这一唱 啊 我非常的悲痛 是难过 我听您这个歌声啊 我难过极了 怎么难过呢 我一听您这一唱 啊 我就想起昨天我死的那批驴来了 啊 是啊 您也就跟驴叫差不多了 我把我胸中的苦闷 啊 跟我们房东这位女士这么一说 哦 跟他说说 他还真同情我 哦 是个知音 哎 在干涉陈先生 啊 您看您这岁数 嗯 呃 干脆吧 啊 我给您介绍一位女朋友得了 哦 预备给您介绍一位女朋友 这个真不错 啊 这位女士也是半边人呐 哦 半边人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这半边人就是个寡妇 对了对了 后婚的 哎 陈先生 啊 不能要 怎么不能要 就冲您这个模样 冲您这个掌心 以及现在您的生活情形 啊 要娶 娶个黄花大姑娘 哦 娶个小姐 哦 半边人 不要 不行 您说我这岁数 凑合得了 哎 不行不行 您这不能要 这寡妇 不能要 一月我也挣不了多少钱 麻麻糊糊糊就算完了 哎 我告诉你陈先生 这年头爱情不在钱上 啊 不能够要这个寡妇 我说是我 我娶媳妇 是你娶媳妇 但是 是你娶啊 你干嘛这么紧着拦着我呀 不是的 我看着布公啊 布公啊 啊 那么你把你妹妹给我好不好 啊 好啊 没听那么说过 你愿意怎么办怎么办吧 哎 那么干脆 我就凑合就算完了 您凑合吧 那么我呢 是旧式的家庭 旧式家庭 我这个结婚呢 啊 我也不要汽车 哦 不是杨古杨好 哦 我得用轿子 哦 还是咱们那个老式结婚呢 对了 我这有个舅舅 哦 在这您还有个舅舅 哎 他是开轿子铺 哦 在这还有盘生意 我去找我舅舅去了 哦 您见着他怎么说的 我一进门 我是舅舅您好啊 您好 我舅舅说你干什么来了 是啊 到这干什么来了 我说舅舅 您借我一顶轿子 借轿子 你借轿子干什么呀 是啊 我说我要结婚 哦 要娶媳妇了 我舅舅说你混蛋呢 怎么骂上了 家里他有一个 你怎么又要结婚呢 是啊 你还要来个双份啊 一个你还养我不过来了 你还要结婚 就是啊 我说不是 舅舅您不知道 啊 呃 我那个呢 我 我已经倒出去了 哎呦 说了 什么 倒出去了 啊 你 你倒过谁了 是这得打听打听 我说我倒给我哥哥了 哎呀 倒给哥哥了 是一点不讲 三百块钱倒给他了 哎哎哎 啊 三百块钱 你倒给你哥哥了 啊啊 这个轿子我不能借 不能借 你简直的混蛋 是是 应该嘛 不小好 应该嘛 简直你什么家庭啊 是啊 啊 好好的媳妇 你倒给你哥哥 来回乱抖 这不是乱轮了吗 是是是 啊 你要用钱不要紧啊 你跟舅舅我说呀 是啊 那个你那会儿 你倒给我 起码我也给你五百块钱了 啊啊 你这个舅舅 也不是个东西 哦 我是舅舅 啊 您别着急 是啊 那么我这回结婚呢 啊 娶过来之后 嗯 哎 您要看着合适呢 啊 哎 我再倒给您 这不像话这个 我舅舅说是 没轿子 没轿子 你你要是要舅舅的 我后的屋那儿有一顶破的 你去看去吧 哦 让您看看 没法子啊 我到后头一看 有一顶破轿子 在哪搁着呢 就在后头房上的 哎呦 都睡在那儿去了 哎 就是一个空架子 哦 广上个架子了 什么也没有了 全没有了 那怎么用啊 我把它抬在家里头 我收拾收拾 哦 您还会收拾这轿子呢 哎 您怎么把它装扮起来的 我拿两个啊 这个晾衣服的竹竿 大竹竿 哎 把这个轿子两边呢 一边拴成一根竹竿 啊 这不是就是那个 抬轿子的那个轿竿吗 哦 那两根猿竿就当了轿竿了 哎 轿顶子还没有啊 是啊 没轿顶啊 我把我们家那养鸡的鸡笼 给扣到上去了 拿养鸡的鸡笼 当轿顶啊 哎 这轿子还没底儿 是啊 啊 没底儿 哎 那您拿什么凑合了 我们有个洗衣裳盆呢 大木盆 我给拴在底下了 嘿嘿 好好 这轿子还空着呢 四边都露着木头 是啊 不能让人瞧见呢 哎 我得啊 找个轿围子 哎 给他包一包 哎 我们家里头 我还有一床破背 哦 还有床面背 还是红的 哦 大红的 哎 正好我把这轿子就给围上了 哦 您把它四面包起来 就当这轿围子 就当轿围子 哎 那么把这轿子搁在我门口 啊 轿顶子还没有呢 是啊 上头那应该有个轿顶 嗯 哎 我有主意 您有什么主意 我呀 给拿了个窝头 啊 绑子面的窝头 搁得上去了 那多寒碜呢 这有名堂啊 这叫什么名堂 这叫金顶牛头轿 哎呦 还有名堂 哎 买了两张红纸 啊 写了点喜字 还写喜字呢 哎 满院了都贴上喜字了 和和 屋里头我也贴上了 还是真热闹 哎 这个结婚 我得练灵轿啊 就您那顶轿子 别练了吧 在门口把这轿子 完成一哥 啊啊 不再一会儿 啊 有个小孩跑进来了 干什么来了 陈先生啊 啊 您瞅您这轿子去吧 怎么了 上头那个窝头 让要贩子给拿了去了 呦 让人给抽走了 哎 他偷着给吃了 是是是 没法子啊 啊 干脆我再买个馒头吧 呦 这个 这您给换了 哎 这这这也有名堂 这叫什么 这叫金顶轿 改换银顶轿 啊 吴香女 改做马昭仪 一鹤 您看您还真有的说 嗯 这就上了典故了 是是 经论典故了 到了时会儿 我要发轿 哦 把轿子发到女方去 哎 我一想还没有 抬轿子的呢 是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街方啊 有有三位 嗯 都是卖苦力去的 哦 全是苦力同志 哎 我请他们三位 帮我抬这轿子 哦 来给您帮帮忙 哎 对了 哎 等会儿吧 陈先生 嗯 这轿子怎么会仨人抬啊 这个 这个轿子啊 嗯 头头是两个人 嗯 后头是一个人 呦 那怎么抬啊呢 这这叫牛头轿 这怎么叫牛头轿呢 哎 这个有名堂啊 前头有俩脚 后头一个 哎 对了 这叫牛头轿 一会儿就发轿了 发轿发轿 轿子他抬走了 到了女方 到了那边了 您说这女方多不讲理 人家怎么不讲理 轿子一到门口啊 他不给了 怎么会不给了 关上门 他只放炮 拼了胖拼了胖的 这陈先生啊 嗯 您怎么还不值得这个呢 嗯 这人是关上门 放防炮 蹦蹦煞气 避避性 哦 是喽 一会儿把门开开了 这是规矩 哎 那么新人上了轿了 上了轿子了 哎 轿子慢慢就抬回来了 哦 往轿子这不抬 走到半道 啊 我这洗衣生盆掉下来了 啊 哎 这新人呢 就跟着这轿子走过来的 呦 老远的您看 啊 这顶轿子是三个人抬轿子 啊 您看是撒脑袋 撒脑袋 底下您才看 几条腿 八条腿 呦 怎么玩八条腿了 哎 那那 那个新人是走过来的吗 对了 一共八条了 哎 到了这之后 啊 赶紧的拜天地入洞房 啊 拉弓射箭 过这探盆 啊 这全是老规矩 喝走主人案 啊 哎 客人都走了 全散席了 我过去把这新人的这个盖头 忘记这么一接 哎 喝我这么一瞧 这白哟 嘿嘿嘿 脸蛋肉皮这白哟 这头发这白哟 啊 和这一脸的 腌制粉啊 呃 褶子哟 啊 和我一瞧这一嘴的牙呀 是又旗舰又白 一个也没有啊 呦 那成什么馅了 哎呦 我是我的妈呀 啊 您怎么管她叫妈了 对 跟我妈岁数也差不多 是是 差不多了 我说您怎么这么大岁数还嫁人呢 说的就是呢 怎么了 您怎么想我岁数大呀 啊 呃 您讲您怎么会岁数不大呀 是啊 您看您这头发都白了 是 头发都白了 喝我这太太也说的好 啊 你说我头发白了 啊 我这是血热 那不行 一脸还有褶子呢 那个 那我是操心操的 操心操的 哎 那也不行啊 那满嘴里的牙都没了 那他也有的说呀 那怎么说的 我小时候爱吃糖 我是吃糖吃的 呦 虫吃牙 哎 好好好 我说您这么大岁数 您还嫁人呢 啊 整个的您今年高瘦了 哎呦 您怎么问人高瘦了呀 啊 你问我多大岁数了 是您多大岁数了 我告诉你 啊 我们还小呢 多大了 三十二了 呦 其实三十二 按您这个岁数 也差不了多少了 三十二可是三十二 啊 我们是平湖 这怎么说呢 我还嫁一番呢 哎呦 又六十四了 我说六十四了 您还嫁人呢 是啊 这么大岁数了 呃 我告诉您说 啊 我呢 这娶个媳妇不容易 啊 您这么大岁数 干脆我不能要 实在不能要 怎么着 你嫌个岁数大呀 啊 好了 嗯 我们这就回去 干嘛去 回家 我们给你换一个来 那甭说把他孙女换来 我把我姐姐换来 呦 他更受不了了 我说你姐姐别来了 啊 你姐姐要来了 我就满贯了 是啊 那就是一百多岁了 不过我花了钱 结婚不容易啊 啊 我娶媳妇 我为了娶妻生子啊 哎 这是应该的 继续后代香烟 呦 你为娶妻生子啊 啊 你想想你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了 我多大岁数了 他又多大岁数了 等我要生了儿子 长大了 你还赶得上吗 也得不着记了吗 我告诉你 啊 你娶我 你不白娶 怎么会不白娶 我给你带过一个儿子了 啊 哎 哎哎哎哎 陈先生 哎哎 先别忙吧 怎么了 他说给您带过一个儿子来 啊 这您不能要 怎么不能要啊 我告诉你 在北方咱们讲的 这玩意叫打虎放鹰 嗯 您知道吧 对 你俩到这来了 捏过锅锅 等您不在家的时候 把您东西席卷一跑 卷包会 这您不能要 这种人叫打虎放鹰 不能要 我说我告诉你 嗯 哎 你别跟我来这套 啊 你这叫打虎放鹰 一点不错 这我都懂的 是吗 我跟你这么说吧 八岁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一块打虎 您跟人家说这干什么呀 透着咱们是内涵 哎 实不怎么样 呵我这太太骂上我了 啊 怎么说的 什么 啊 打虎放鹰 啊 哎 我打你什么虎啊 打什么虎 我放你什么鹰啊 有什么可放 你瞧你这床上连个背我都没有 是连个背我都没背 我还打虎放鹰呢 说的是啊 我说谁说没背我呀 背我在哪呢 啊 那那个外的轿子上的不是围着个背我吗 哎呦 就那一床 哎 我这太太也说的好 啊啊 我跟你这么说 嗯 我给你带过一个儿子来 啊 我这儿子一天能够挣个三百二百的 啊 哎 能够挣个三百二百的 哎哎 我说这个陈先生啊 这玩意儿啊 更不行了 怎么呢 您更不能要了 怎么不能要 他能挣个三百二百的是吧 到时候他不听您的说呀 是啊 不听话呀 对 我说到时候他不听我话怎么办呢 就是他到时候不听说怎么办 哦 我这媳妇说的好 他怎么说的 他不听你话呀 啊 你拍脑袋送他五年 那不行啊 您凭什么拍的呀 是啊 我说我送不了他呀 就是啊 那不要紧呢 啊 你送不了他 啊 你就说有我的话呀 哦 有他妈的话 哎 那您行了 哎 我一想有他妈的话 那就您就可以送 这我就放心多了 哦 哎 如果是一样 要真是要皮要脸的人 一个月能带外头 挣些个钱呢 他不会上这去 啊 他不会去 是我也是这么想啊 这不是件露脸的事 哎 我们正在说着呢 啊 门口有人叫门 有人打门 哎 找谁的 找街坊的 一会儿进了一个人呢 啊啊 跟我这个儿也差不多少 手里头啊 低了就什么这个 菠菠匣子 哦 又是罐头 啊 饼干 喝 两只手都低了满了 喝喝喝 一进门就嚷嚷 怎么说的 妈 啊 叫谁呢 妈您在哪屋呢 这是找谁的 喝 我这太太老远的看见了 啊 小子 嗯 就在这屋呢 你没看见这门口贴着喜字吗 哎呦 别提那喜字了 他这儿子来了 哎呦 他这儿子真来了 哎 对了 嗯 一进门给他妈聚个宫 哦 客气客气 妈 我刚由南部回来 我一进咱们家呢 接风那二大妈就跟我说了 怎么说的 说您又嫁人了 又嫁人 长假感情 妈您赶紧给我介绍介绍吧 哪是我这个现在的九月份新爸爸 啊 一月一个呀 这个老太太怎么一指我呀 就是她穿大冠的那个 穿大冠的那个 哎 这个孩子也听话 怎么了 过来一给我请安 爸爸您好啊 喝真不错 我说好说大哥请起吧 哎呀 哎呀 陈先生您怎么管人叫大哥呀 哎呀 跟我大哥岁数差不多 那不行 我说陈先生 这您不能管他叫大哥 怎么着 您得给他来个下马威 什么叫下马威呀 哎 您得这么说 我说小子 我告诉你说 是 你妈这不是嫁我了吗 你以后就得听我的说 外边好好挣钱 挣了钱交给我 爸爸我给你存着 你别瞧爸爸我娶寡妇 将来不能让你娶寡妇 我得给你娶个黄花的大闺女 哎 你要好好地听我的话 对 听见了没有 对对对 您得给他来个下马威 不错 我说我告诉你 小子 这不是你妈嫁给我了吗 完后你得听我的话 挣钱呢 得交给我 对对 爸爸给你攒着 你别瞧爸爸娶寡妇 哎 不能叫你啊 娶寡妇 不错 慢慢给你说一个黄花大姑娘 对对对 咱们十一家的人家 听见了没有 哎 哎 我跟你说这话 你听见了没有 哎 不是 您得横着点 哦 我得跟着横着 你得横着点 对 下马虎音符 哎对对 厉害点冲着头上 小子 这不是你妈嫁给我了吗 王后你得听爸爸的话 挣钱交给我 爸爸给你攒着 哎 我娶寡妇呢 不能让你娶寡妇 哎 那王后给你说一个黄花大姑娘 听见了没有 我说这话 你你听见了没有 这这 干嘛 直瞪眼的 直冲着我 哎 你听我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这 这是我妈 我妈嫁给他 不像话这个 这不成 我得问问他 我这个是我 我 这不像话的 喂喂 这个陈燕啊 这个儿子 您见着了没有 见着了 我们燕俩 跟着波音士 说了半天话了 啊 说 说 这这这不成 刚才也许他们说过 有别人 这是您这儿子 什么模样 什么楚歌 什么穿着 什么打扮 您瞧清楚了吗 瞧清楚了 留着一个背头 啊 皮股我个儿 哎 差不多少 嗯 穿着一个香港衫 啊 底下还穿着 这个 一条西服裤子 啊 哎 瞧 瞧见了吗 哎 跟我一样 这 哎 这不成 穿衣裳 跟我一样的 多着呢 也许再问问 这个 这个陈先生 哎 您这个儿子 是干什么的 您问过他吗 问过啊 他是说相声的 说是说相声的 没错 是我了 哎 这别忙 说相声的 吴赵南也说相声 这要是吴赵南 他妈嫁给他 也不一定 我得问问他 姓什么叫什么 要是说姓魏 叫魏龙好 我说陈先生 哎 这说相声的 啊 是啊 你也见到他了 见到他了 啊 您说他姓什么 叫什么 您知道吗 他姓魏啊 他叫魏龙好 那是我了 没错了 就是我呀 看你你怎么打我 就是我呀 是我 你怎么打我 我告诉你 到半天你冲着我 我揍你 你再打我 我给拍脑子 送你舞呢 你敢 哎呦 有你妈的话呀 你别敢骂了 陈一安 魏龙好 鞠躬下台 下期再会 来吧 咯 没错了 咯 大声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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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